都看过武侠片吗 有的看过十部 甚至上百部 基本上就那么一个套路 你们别不信 这样 今天咱们就一起 回忆回忆吧 武侠片中 大侠 一般都是自幼离开母亲 独自一人在深山中 野生而成 好孩子 我的孩子 十八年后 大侠诞生了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侠 首先你要有属于自己的招式 不必多言了 招式我已经自己准备好了 葵花点血手 对不起大侠 你的招式已经被别的大侠使用了 杀意老师本尊就在现场 抱歉杀意老师 我是大侠 杀意老师 失敬失敬 那我这个招式我就 菊花点血脚 没有人用 没有人用吧 一般情况下 武侠片中的大侠 这时需要一位强劲的对手 我已在此恭候而等多时了 来人哪 拿一件我衬手的兵器了 果然是大宝剑 害怕了吧 看我 看我 看我苍郎郎 拔出大宝剑 如此粗犷的外表 怎么拥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呢 这是宝剑还是宝剑品呢 管不了许多了 看剑 等等 你能接住我三标吗 三标 我看你耍得出什么名字 出手吧 正手标 反手标 反得标 看来你的标法 也不过如此嘛 看剑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 我在这儿呢 我死了 一般情况下 在武侠片中 大侠都是不死之身 这时应该有一位美丽的姑娘 是她死而复生 公子 你没事吧 快 感温 姑娘 明女王铁蛋 这个这个 铁蛋姑娘 单看你的名字 我们就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再见 公子等等 铁蛋姑娘 你别再跟着我了 要知道 青春 只是一道 明媚的忧伤 后悔无尽 公子请留步 不是说好 我们要做彼此的天使吗 不瞎偏重的爱情 又总是那样难以琢磨 他们一定会没有理由的争讨 复合 征逃 征逃 复合 征逃 最后 他们终于复合 奥巴 铁蛋 灑狼 嘿 呦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剧情如你们所料 世间绝不会有这样容易的爱情 你们 你们不能在一起 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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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还是会去问你的 爸比 女儿 我们早 铁蛋 公子 哈哈 爸比 爸爸 爸爸在哪儿啊 爸爸 去哪儿啊 咋是你呢 你们是亲兄妹啊 千万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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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三位 三位 想问一下 是哪位老师的学员呢 呃 李湘老师 李湘姐 哦 李湘老师 我的天哪 这个剧 好 当时李湘老师 有没有很好的创意 赋予给你们 那对 李湘老师说了 就说 我们之间在配合上 特别节奏 总是要不悬空着了 他会希望有一段是沉下来的 那么观众心也会是这样的 我好想拿那个拖席打 就是 今天表演不错 效果也不错 现场的观众反应也不错 我们还是听听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 特别开心的时候 有余 我还有一点伤感 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那一段 但是当你们两个什么欧巴和那个 铁蛋 铁蛋 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当时我还真的觉得 年轻真好